你 你们逃不过奶奶的眼睛 你和青年怎么了 菲勇娜女士 您曾经和你先生有过什么遗憾吗 人生如果没有遗憾的事 就不叫人生了 要说最遗憾的一件 就是我和我的先生 计划等退休了 一起去周游世界 但是 他突然离开了 病重的时候 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 对不起 他失言了 没陪我走到最后 还是留下我一个人 那您怪他吗 怪过 他离开的那段日子 我一个人很煎熬 你抵不过那份寂寞 那份孤独 那份思念 但是呢 慢慢地 我又觉得很庆幸 留下的是自己 一想到如果是我先走了 他一个人要经历这些 我真的舍不得 相爱的人 先离开的那个 才是幸运的 先离开的那个人是幸运的吗 留下的那个人 更勇敢 所以孩子 年轻的时候 你面对热爱的事 热爱的人 不能犹豫不前 错过了 才是最大的遗憾 我明白了 您放心 非有男女士 我一定不会让自己 把金念弄丢的 我相信你 小金念看似扎扎乎乎的 他心里敏感得很 你要更勇敢些才行 你们怎么还在聊啊 吃的都拜好了 先去吃饭吧 走 奶奶 我没那么娇弱 不要扶我 小金念 你可不能看着石头宠着你 你就这么欺负他 我才不会呢 奶奶 你怎么那么偏心啊 走吧 你看 做了这么多好吃的呀 小两口啊 来 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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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